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邱哥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了一亿一千万人 那么累计244万人死亡 联合国安理会 在礼拜三召开会议 讨论疫情跟疫苗获取等等这些议题 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上表示说 全球75%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目前集中在10个国家接种 但是有超过130个国家 还没有获得任何一剂的疫苗 他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的不公平 对我们台湾就是那130个 还没有得到任何一剂疫苗的国家 那也因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 才有这两天关于我们跟BNT采购 那么是不是说是因为跟上海复兴的代理 有没有条件来 没有经过跟台湾挫商 就直接说我代理你 那你要买疫苗 你只能跟我这个总代理来谈 你不可以跟总公司谈 现在这是变成是一个主要的争论点 好 这个问题其实分析起来不是那么困难 我们今天节目没有办法来谈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YT 上YouTube去看一下 姓名播客频道 有一集 昨天录制的 我来讲的 有关于这个上海复兴拦截疫苗的一些内幕 好 那新冠肺炎已经在全球流行超过一年 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总共死亡人数累计超过50万 达到50.2万 那么同时最新统计还显示 去年的上半年 美国国民的平均寿命 缩短了整整一年 那么这个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 那么也使得美国的人均寿命 那么回到2006年的一个水平 那么上半年统计 美国人现在整体平均寿命是77.8岁 这个数字在先进国家当中偏低 这个数字比台湾也都低 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么他们还平均时间 减了一年的这个平均寿命 那么现在是回到2006年的水平 好香港也有一个统计 香港昨天政府公布统计 到2020年底为止 香港的人口总共747.42万人 这个数字呢 比2019年底的这个少了 4万6500人 那这期间香港移出去的 有4万9900人 那么移入的有1万0100人 所以总计人口近一出是 这个3万9800人 好这个大概也反映了一个 就香港现在的政治情势 从反送中运动以来 香港所出现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跟疫情也有关系 那么香港同一个统计显示 香港第四季的失业率 持续攀升 创17年的新高 去年11月到今年1月的这个失业率 从6.6飙升到7% 这个数字呢 要比市场预期的6.9%要更差 2020年香港的GDP是负成长的6.1 那么现在第四季的失业率 来到17年的新高 但是呢香港的股市啊 照样的在大涨 这个资本市场啊 跟实体经济 现在看起来有很大的一个背离 在美国也一样 好那么另外呢 香港特区政府啊 去年7月啊 以疫情肆虐的理由 把原定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延后一年 那么现在这个 如果照这个时间呢 应该是今年的9月要举行 但是呢 现在香港政治圈传出来啊 要符合啊 这个北京要求的爱国者治港 这个原则啊 所以呢 可能会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 而这个制度呢 这样的一个修改的做法 很可能在下个月啊 这个人大会议上啊 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就会进行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让香港的所谓的 这个特首的普选啊 基本上是已经完全结束了 不可能了 好 那另外在美国啊 这两天最热的话题 是有一个知名的广播人啊 叫做Rush Limbo 林宝 这个用台语讲讲可能更传神了 有人翻成林北了 那么他是一个保守派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那么他前不久啊 17号因为肺癌病逝啊 享年70岁 那么美国前总统川普啊 那么称林宝啊 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士啊 那么川普在去年二月的国情之文演说当中啊 那么给了林宝这个总统自由勋章啊 同时呢 林宝的逝世也让川普在卸任总统之后啊 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啊 那么他不但称赞林宝是一个奋赠到最后一刻的斗士啊 而且他说啊 每天听林宝的广播啊 就好像在享受宗教沐浴般的一个洗礼啊 这个华盛顿邮报形容林宝是一位啊 这个对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跟环保主义者进行不懈的攻击轰炸啊 而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啊 而且他还导致共和党陷入一种愤怒且挚爱的政治局面 那么今日美国报把林宝称为保守派广播的泰斗 跟共和党的造王者啊 好 那么林宝是在去年的二月啊 被告知啊 跟听众讲说 他被诊断出肺癌的晚期啊 那么所以呢 同一天啊 川普就在 就在同一个月啊 川普在众议院发表国情资文的时候 打破传统啊 由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啊 当场颁受林宝这个总统自由勋章了 然后呢 林宝的广播啊 到底有多强啊 他在每天啊 他每天进行三个小时的广播啊 听众人数啊 超过一千三百万啊 那全盛时期的时候呢 他的听众超过两千万人啊 大概在美国啊 很多的广播啊 不是只有一个频道啊 他可能嫁接到几个频道去啊 那我十几年前在 Brickins智库当Visit Fellow的时候 当时就听到好几位他们的学者 在谈到美国的政治啊 说绕不过林宝的影响啊 而林宝最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2016年啊 大家只看到这个啊 这个这个川普上来没有看到背后真的有造王者啊 这个人就是Rush Limbo啊 那现在他过世了啊 好美国的驻中国大使啊 已经悬缺了四个多月啊 那么现在呢 美国媒体啊 传出来说新的大使人选啊 可能是国务院前副国务卿啊 尼古拉斯啊 伯恩斯 Burns啊 或者芝加哥前市长啊 伊曼纽尔啊 那么可能是这两位啊 是非常可能的人选 好比特币啊 现在的币值啊 已经超过了五万美元啊 那么同时啊 全球的第一支啊 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所买卖基金 就是ETF啊 那么已经礼拜四正式在加拿大多伦多挂牌交易啊 这将会成为加密货币跟ETF行业的一大里程碑啊 另外的里程碑啊 是台湾的第一 一月份的出口啊 第一个月出口 达到了342.7亿美元啊 这个是史上新高啊 也是台湾经济今年增长的第一个好家 好兆头啊 去年的原略台湾的出口只有250.7亿美元啊 二月是253.8亿啊 那么今年的一月份就达到了342 当然了一二月可能要合起来看啊 但是看起来 去年的一二月加起来不过503亿 而今年一月份已经有342.7亿啊 所以今年的经济看起来要4%的成长啊 应该是非常有可能的哈 好那么另外一个里程碑啊 这是一件媒体界的大事啊 但是当然脸书这个动作也是怕 澳洲的立法如果一旦啊 没有反应的话呢 各国会笑行啊 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啊 掌控了一切啊 这个话题是一个很值得深思在谈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啊 刚刚讲到说啊 这个有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 就是澳洲啊 要立法啊 来规范社交平台付费给新闻媒体啊 那脸书啊 脸书是因为担心啊 如果这么做的话呢 接下来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跟进啊 所以呢 他们呢 就先出手了 那么无预警的屏蔽 替所有澳洲的媒体新闻在18号的时候了 那么澳洲总理莫里森痛批脸书啊 这个做法好像是要跟澳洲解除朋友关系 而且他也强调说啊 这只是证明啊 越来越多国家的忧虑啊 就是科技公司啊 自认为比政府还大啊 那么但是相反的 另外一家重要的这个社交媒体啊 Google啊 谷歌呢 谷歌它反而退让了 但是谷歌退让的理由啊 跟脸书啊 其实出发点相同啊 因为脸书也是担心说其他国家跟进啊 会造成脸书在各国家这个利益的受损啊 这个而这个这个Google呢 Google是担心啊 如果不照做的话呢 那么经过澳洲政府的这样子一个立法以后啊 那么可能脸书的市占率会受影响啊 所以他们决定让步 他们跟很多的澳洲媒体都个别的签约啊 来付啊 这个新闻费用啊 好这是一个新的发展 估计这样的发展会带动全世界的媒体 特别是像这个啊 我本人从事了很久的这个传统媒啊 纸媒啊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新的发展 我们随时来跟大家来这个啊 讨论啊 跟这个这个谈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好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军事专家啊 齐乐义 到我们节目向 乐义兄早 那个青龙早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 你刚听我在讲脸书 推特跟这个Google啊 这个都是我们 我们做纸媒啊 做到这个媒体快被帐送掉啊 但是坦白讲 这个还是因为脸书跟Google的影响 是最大的 是 对不对 是 当然 但是我要说我很久没有用脸书了 年轻没有脸书了 对对对 有蛮多人讲说脸书已经是上一代的一个社交媒体了 因为 他们说是父母辈的啦 是这样的 对对对年轻 青少年来讲 对对对 所以因为像讯息 现在说实在 现在是一个讯息量爆 爆 对 太多了 对 我想大家那个听众应该都知道嘛 这个讯息都是重复的 大部分都重复 大部分重复 你接到的讯息也差不多从脸里面接到的 是 人家传来的时候也都差不多 差不多 那个相同比例大概七八成 所以现在是 有人不是说过吗 讯息爆炸的时代 等于没有讯息 是 对那除了 但是这样讲的话 讯息本身啊 在国际的 这个硬实力的较量上 这也是一个很大 我看这两天 西方国家又有一些新的研究 包括美联社 他们去讲到说 说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 借由这个社交媒体散播假讯息 在西方假账号的比例大得不得了 多了很多 那中国外交部昨天还反驳 说你们可以用我们社交媒体 用我们的这个微信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你们的脸书来表达意见 那当然是这个完全不一样 性质不一样 这个脸书基本上 你说他有审查 我相信最后他还是会有一些 那基本的言论是 至少多元性是够了 多元性是有的嘛 因为大陆那完全不一样 那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要削你的主来试他的女 可以这么说了 你要如果要穿这双鞋的话 你先把你自己的脚要先切干净 才有办法穿进去 这个信息很重要 这是信息化的时代嘛 那未来是AI的时代 对 我们叫智慧化 大陆叫智能化 智能化 信息化 信息化主要就是信息 信息也是武器 对 认知战 你刚刚讲到的那些社群 我们在军事上叫做认知战 为什么呢 他没有一枪一弹 但他改变了你的认知 那改变你的认知 就会改变你的行为啊 这个比枪炮还厉害 就是改变你的头脑了吗 对 改变你的头脑 因为枪炮是可以看得到的 而且你可以感觉到 立即性的危险 认知战不是啊 认知是潜移默化的 你被他影响了 你都还不知道 所以现在认知战 就是认知战里面的有一个 假新闻是属于认知战里面的 一种表现方式 他还有很多了 所以他就主要目的是 是改变你的认知 中国以前不是在讲 不战而屈认之兵嘛 认知战如果到达最高境界 是可以不战而屈认之兵的哦 就光是用他不断的这种 信息的塑造 改变你的认知 以及影响到你的行动 他不是控制了你了吗 不必飞一枪一弹 所以认知战现在目前是最被讨论的 对 因为这个最难对付 最难应付对不对 而且你还不知道有危险 事实上你已经被影响了 对吧 所以这都是 这真的是 尊知战法讲 不战而屈认之兵啊 屈认之兵啊 这个你讲到这个道 我倒觉得有一点感触了 就是说 你会发现像我们在台湾的议论场 当然你的专长在这个军事方面 主要为主了 那我是还有领域跨了比较别的领域 但是都有个感觉 就是说 因为对中国的存在的一种可能的影响 那么有一定的 这个就是说 像现在的政府 比如立领执政的时候 相对的它的警惕性比较高 蓝领执政的时候 好像这一方面的警惕性 比较没那么高了 那结果呢 那立领的某一些 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些政策 那么就很容易被人家讲 叫做逢中必反 逢中就必 逢开的必 逢中就必反 包括这次疫苗的购买等等 然后呢 我就很有意思 就是说 立领这一部分的 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 但另一方面呢 我看到一批在批评立领的 一些来你的朋友 他们隐屈的部分 我就想到你讲的认知战 他们就全盘接受 大陆方面的观点 跟信息 对不对 现在有一点问题就是 当然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常常我们是用我们的立场 去决定这个信息 是 可不可靠 对 而不是用你信息的本身来影响我们的看法 就不是用他的真正的内容 不是不是 你会发现 任何一个信息 他只会把 从立场的角度去看信息的话 他只会去选择对他立场有利的 符合他立场的一些信息 认为那些是真的 是 所有跟他立场不一样的信息 他会认为那是假的 所以现在就变成有一个大问题了 这社会的撕裂 最重要就是说 已经中间已经没有可能就一个问题有共同看法 极少 你会发现 绿的跟蓝的 对 几乎在政治上 几乎很少很少有重叠的部分 而且单位辐射出去 包括对中国大陆你到底要怎么看待 你会发现 这也是一个很难很难调和的 很难调和 而且这种有很大的这种不可妥协性 你知道 到最后是不可妥协 然后会演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恨对手会 会比恨 真正的敌人 还要严重 这个就是他们讲的 就是从内部矛盾 变成敌我矛盾 就这个问题了 但是 从一个角度来看 这会不会也是 中共所希望你台湾形成的一个状态 就有人讲说 瑞实力也包括这一项 当然 它影响你 让你自己去产生 你的左手打右手 你就没有空前来应接我这边的攻击 当然 那当然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也要很小心就是说 那些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有立场的人 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受了中共的影响 你知道吗 就是他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立场 刚好中共有这方面的东西 他就认为他就比较比较比较match的到 那也不完全就是说他就是中共的代言人 当然 因为我后来看了有一份资料 就是都是年 因为有一阵子 我在这个写关于认知战的事情 那我们台湾刚好有 我一下忘了他是哪一个智库 所以现在很多新的一些的这种研究单位 都是年轻人 都是新一代的 我几乎都不认识 他们用现代的这个资料管理的技术跟科技 去研究一个问题 就大量的资料的累积 用AI去跑 去跑 跑到结果就是 他那个题目就是说 中共的认知战对台湾影响有多大 其中有一项就是代理人的问题 就他们假设可能这些人是代理人 后来整个跑下来以后 就是不是那么强烈的去证明说 他就是中共的代理人 但是重点是说 他的讲法是跟中共的说 是发的讯息是吻合的 但是还不能证明说 他就是中共的代理人 是 就他们有做这个分析了 分析的很细 那我还挺认同的 因为真的很难怎么去确定说 他是不是中共的代理人 他跟中共 所以说认知战很难招架 这个很难招架 因为他也没有拿到中共的好处 对 他没有拿到中共的好处 但他的立场跟他的认知 对历史的历史的关闹 他们是一致的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现在形成到现在这个状态 你会发现所谓的多元性 多元化 事实上是一个不真实的 你社会上听起来有各种声音 结果各自都是同温层在那边取暖 对不对 因为多元化本来是有助于大家互相认知别人的想法 然后彼此互相包容 对 但是现在会变成说你光是讯息 你自己就会用你的好物去寻找 去寻找 你在判断要不要接受或者看这个讯息 你已经做了排斥了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讯息事实上就相对就不可能多元 而且你接下来你的所互动的对象 也变成不是多元 对 我自己也觉得像现在社交媒体就有这个问题了 真正的多元通常都是吵来吵去 而且信息还有一个特点叫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 对 这是一个大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那乐意兄我们刚谈到认知战 但是可能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最关注的还是一些军事的动向 到底怎么样子 那么最近我想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美军第七舰队 最近在两个礼拜内 二度他们的驱逐舰 驶进南海地区 叫做行驶自由航行 那中方当然立刻也有一些动作 另外最近共军的渤海军演 正在举行 但同时过年期间 他们还不忘派出运巴 这个计真机来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不断的进行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扰台的一个动作 除此之外大家知道 这个月开始是中共的这个海警法 正式实施 那他们派出的这个配有武器的海警船 最近在钓鱼台有很多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已经让日本都公开讲 他们不排除在日本的海军 不排除在钓鱼台海域使用武力 那这会不会插枪走火的情况 那台湾呢台湾的海警船 现在前两天除了说我们都把这个 这个加一个台湾这个字眼以外 随着中国的海警船配备武器 跟这个使用的所谓的有法依据了以后 两岸之间的海警的这个摩擦 会不会也出问题 就林林总统就是说 所谓的台海军事的一个情况 除了看到了美中博弈之外 我们是也要了解一下 现在新的一个情势 到底现在台海的军事情况怎么样呢 台海的局势啊 目前应该讲说 没有那么直接的对峙 都是你来我往嘛 你来我往 当然台湾的部分是有 两岸部分是有 但是中美的关系 没有那么的直接对峙 总体可控啊 总体上是可控的 但是现在对峙正在升高 但有一点就是 两岸的情况往往取决于 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博弈的进展情况 那现在呢 我估计最近到夏天之前 这个中共的这个演训的这个力度 可能不会太强 但它还会持续 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2010号 那个美国国防部啊 成立了一个中国特别工作组 没错 没错 国防部这以前没有的 以前没有的 以前没有 中国的特别工作组 准备要对中国的威胁 做一个全面的审查 就审查美国应该如何应应 这个优先顺序 所以你认为中国这段时间反而会 韬光养晦一下 但它还是会有演训的 但它会不会比像这一阵子的演训 不会扩大规模 不会扩大规模 因为它扩大规模 或更激进的话 会被美国的判断是 它在身高这个紧张关系 它在身高紧张关系 可是它7月1号是建党百年大庆 那不能示弱 那当然 虽然不能示弱 我刚刚就讲了 它还是会去做这些台海的演训 但问题是 它那个分寸的拿捏会很小心 因为美国现在正在review 整个对中国的看法 对中国的威胁的程度 因为以前美国当然也有 但不那么细致 然后相关的单位 统合性没那么高 像这一次拜登 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川普在的时候 也是对中国很注意 也是投入了很多精力 但是有个很大的差别 也就是拜登更强调的 有两个更强调的是 全政府运作 对 他的那种协调性 非常强 还有跟盟国之间的合作 刚刚第一个就是 他内部本身的一个综合协调性 我们叫全政府模式 whole government approach 他是更强调这个协调性 所以在白宫的那个国家安全会议 特别设立一个亚太协调官 没错 Kirk Campbell就在做这件事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 跟盟友的强化的关系 要远大过在川普时代了 所以他这有两个很大的特点 但是拜登也说过 在2月4号不是 他讲了一个外交的 这个一个整个外交的蓝图吗 外交的报告吗 他特别强调 就是外交是主导的 Austin最近他也在讲 国防部长 对 美国国防部长Austin也讲 外交是首选的工具 军事是配合外交的 这很明显 所以以后国防部所有的作为 虽然有自己的判断 但是国务院是在前面的 是配合国务院的整体行动而做的 那这当然这是一个一个整合 我现在现在觉得 拜登现在在做一个事情 就是对付中共 不再像以前 川普的这个随意性相对比较大一点 自主性也比较高一点 他不太管这个盟邦的关系 甚至于还希望盟邦要配合美国 是 拜登倒不是做这样的一个方式 今天其实稍后 大概今天中午左右 就会有慕尼黑的安全会议 就正式的开始 那拜登会参与 他用这个视讯会议的方式来参与 那在这个之前 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的 这个论坛的主席 那么这个伊辛格 他在接受德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提到说这个台湾 台海已经成为全球军事冲突的最热点 就你所接触到的讯息 像他这样的观点 在国际间有形成这种共识吗 你觉得大家普遍都有这种看法吗 还是说只有他一家之言 我觉得在国际间可能对两岸的形式的认知 还不会这么强 没有到这么强 还不会那么强 倒是对中国跟美国 美中之间的印象是深刻的 那除非美国非常强调台海的议题 那这个东西在国际间就会出来 我觉得这一阵子有很有意思 台湾以前很少在国际上简报 或者会注意到台湾 所以很多人把台湾跟台湾 常常搞混 最近这阵子以来 因为台海的危机 让国际间越来越知道说 原来在亚洲有一个小国很强 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而且晶片都靠他们生产 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而且科技 特别是防疫的这方面 我们的曝光率太高了 然后他们一发现 原来这个国家旁边有一个这么大的China 是全面压制它的 以前我们要宣传这种东西 根本没办法宣传 很难 现在就是一个疫情 所以台湾的曝光率大幅升高 你刚刚在讲说 是不是全球热点 那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 就是我们现在来看 全球的地缘战略格局 某种程度是保持一种平衡状态 那如果说不平衡的情况下 或单方面改变情况下的这种几率 你看看有没有哪些地方有 好像也不太有 对不对 中东大概也维持 大概我想到去北韩 那北韩基本上的地缘政治的平衡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北韩多了核武的能量 对吧 这个平衡并没有 中东好像也保持某种 你的意思是说 从全世界角度来讲 从一个地区角度来讲说 一个地缘战略的格局有一些的变化 比如说台湾被中共拿下来了 这个时候的变化就很巨大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热点 但现在还没有但是现在两岸的形势就已经在变化了 这个是事实 第一个我们的空域防御众生逐渐被压缩 这不可否认吧 那我们现在为了要因应这种压缩 处于高张压力 这不可否认吧 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持续性的 这个至少持续半年以上了 我记得从去年九月开始 没有错 对不对 那去年呢 说实在去年的这个去年十月 这个我们国防部就有说嘛 去年的一月到十月 我们整个紧急升空是 是多少是四千多次吗 因应中共的是两千多次 那我的意思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确实它是一个热点 然后再来一个私以热点的对方 也公开说的 对 我记得是在一月二十八号 中国的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这么说 他说我们在台海的军事行动 就是针对 就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的形势 以及要维护他的主权安全 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他公开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应对 然后什么 是对外部势力干涉 还有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会议 这是他就说了 对 以前还不太会议会嘛 现在他就直接说了 因为中国大陆也有危机感 就怕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从量变变成直变 就变成准官方变成正式的官方 那这个问题是 你这个就讲到一个重点 但美国呢 美国 我看这两天 有人在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川普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 有一个印太战略报告 那个本来应该是要机密的 他提早解密嘛 对今年的一月多 对那结果呢 有一位在1718年 在国防部任职的一个 这个叫柯伯吉 这样的一个前官员 他就从印太战略报告当中 拿出了一些材料 跟台湾有关的 写了一篇文章 在华尔街日报 那么他简单说 他认为这个美国应该要为台湾的这个保卫 来付出代价 美国必须为台湾 防卫台湾付出代价 因为台湾值得这个代价 所以这个问题当然 在美国 现在你知道 长期来他这个战略模糊 让大家没办法猜透 一旦台湾遭到中共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武力侵略的话 美国会是什么态度 你觉得美国这方面的共识 有慢慢清晰吗 有现在慢慢清晰 而且美国必然付出代价 但我要强调 越来越付出代价吗 必然要付出代价 但这个代价 并不是为了台湾而拯救台湾 是当然 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对不对 那当然 那这个利益在哪里呢 就是整个地缘战略的格局 是 你想想看台湾如果被中国拿掉的话 整个中国的 整个中国的这个市地范围 往前推500公里 最少 而且他原来的第一岛链的 就打破掉了 第一岛链就没有了 台湾如果被中国拿去 那就是第一岛链就没有了 第一岛链一没有 东北亚的形势 整个就改变了 日本就完了 日本有点被包围了 对 日本你所有的战略运输线就没有了 而且如果那样子的话 我估计南韩的风向会完全转向 清一天中的 你从中东里面来的所有战略物资 你要绕到哪里去 台湾这附近海域你都不能走 你都不能走了 所以第一岛链一没有的话 那中国就真 美国的市地范围就真的要退出 退出亚太的 就退出一岛链 西太平洋 要到一岛链二岛链之间 关岛 那就二岛链就不重要了 所以也就是说 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太重要了 就对美国来讲 美国根据他的这个利益 台湾如果没有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的整个亚太的战略 出现一个最大的缺口 你想想看 现在三个海 东海 台海 南海 因为有台湾 所以被分割的 是 是被分割的 其实台湾一旦被中国拿到手上 这整片中国把它连起来了 而且到时候 他的潜水艇都可以从东海岸 直接往太平洋走了 全部就从 唐二皇子的从巴士海峡这边出来 因为你从宫国海峡那边 还是有一个梅日安保 还比较难度比较高 你台湾一拿下来 台湾以南所有海域 他唐二皇子的就 你是讲到台湾的战略价值 对美国来说了 那对中国来讲的话 那时候我更要拿下来不可 这么大的战略利益 对我来讲太大的有益 我怎么能够让它丢掉呢 问题就是你要面对美国嘛 那最后还是硬实力的问题 就是硬实力 但是我要回过头来讲 这个代价是一定要付的 现在我们要 现在的问题只是 要怎么样的付 什么时间 什么是付这个代价的时机很重要 要花多久的时间 这是美国他要考虑的 而且在哪一个场域 如果他要介入的时候 有不同的战略方向 哪个场域 我觉得对美国来说 有两个他要考虑的 如果他对台湾要付出代价 第一个距离的问题 他要解决 没错啊 这么远 对不对 他要解决 他要解决 这个距离的问题 第二个是持续性的问题 对 就你要搞多久 对 这两个刚好恰恰是对中国来说 是最有利的 对他最有利的 对他最有利的 对 那这两个恰恰对美国来说 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所以美国就会思考一个东西 就是如何让这个距离的因素 变得最低 那你觉得有什么呢 就强化台湾的武力 就强化武力 还有你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不需要距离 就可以帮忙的 那就飞弹 监视情报侦查 监视情报等等 对 好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 台湾本身要怎么看 我们休息一下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刚刚其乐意跟我们分析到 台湾的战略价值 让美国不能丢 让中共必须拿 这中间的矛盾 是一个硬实力的较劲 那现在总体来讲 美国的军事实力 当然超过中国了 但是如果在台海 有一场战役的话 就考验到 一个是对美国来讲 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远距离的问题 怎么克服 第二个是持续力 而这两者 刚好是解放军 现在所占的优势 那美国会怎么做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说 两大国 如果真的在台海之间 有发生冲突 它也不会 它为了避免 变成是核子战争 所以肯定也是一个 有限的战争 那这有限的战争 意思就是说 可能是从海空 等等 所以又牵涉到 台湾的战略怎么办 台湾的战略 好像这几年 也发生很大的一些辩论 就是说到底是应该是一个 滨海决胜 还是重城组迁 就是说要设一道一道的 从防空至空至海 然后再到登陆等等 好 最后一段 你跟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 台湾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为 可能有一场 有限的战争 而做准备 而这准备当中 台湾该有的最重要的 一个战略的布局是什么 第一个你讲到有限 我们怎么去定义 现在没有一定的 一定的这个 有限里面包括 时间有多长 是 打的力度有多大 强度有多大 是 这个东西我们还 这是这个需要进一步说 那我要讲的是台湾 你刚刚谈到那两个问题 你刚刚谈到的那个 那个重城 那个主尖 这些等等 这是属于军事战略 我们台湾的军事战略 是防卫固守 重城贺阻 重城贺阻 一层一层 这是军事战略 那你刚刚谈到的 滨海决胜呢 那是我们的整体防卫构想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 那现在整体防卫构想 不太谈滨海了 不谈滨海了 这原来是以前 李启明上将那个时候的 一个构想 因为滨海决胜是这样 我们的防卫战略构想 是三个阶段 一个是战力防卫 防护 第二个是滨海决胜 最后是贪案兼敌 你注意看 战力防护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承受第一级 那是防空 那是制空的部分为主 防空是主要的 防空 我们至少承受第一级 包括飞弹 包括什么这些的 因为我们就是承受第一级之后 我们如何战力防护 你要基本战力要保持得住 机场不会被打掉就没了 或者是什么飞弹库 一被打掉就没了 不会这样子 这个就是 所以第一个我们是承受第一级 承受第一级 那你后面的滨海冰敌 你已经到了反登陆了 那反登陆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制空制海没有了 对让他不能干扰他的部队的移动 这两个都是比较极端的嘛 第一个第二段是我们没有动手 我们先要承受 最后已经达到最后了 所以重点是滨海决胜这一段 但是这个滨海有一点问题 有一点问题就是怎么说呢 请问滨海的距离有多大 它的范围在哪里 这很重要吧 按照我们国防报告书的讲法是 我们空中病例跟暗自火力可及的范围 哇 这个就很大了 你比如说我们F-16 我们用万箭弹 可以打这个一两百公里 我从中线开始来算 听说最近要延长到三百公里 那这已经可以到对方的彼岸了 可以到第一线了 他一飞机起来 我们就要进入备战了 这个就应该算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强调这个 我们没有特别强调 我们后来发现 大概我们的重点都放在什么 我们叫做谨慎选择决战海域 还有阻击敌人的登陆的船团 那是什么意思 基本上还是属于在海洋上 还没有到对岸的 对答对岸的彼岸 这样讲的话中间不match 照理讲应该要拒敌彼岸了 我们的医院用兵的理想 还蛮aggressive的 要拒敌于彼岸 就是你要能够让 那也得看你做不做得到 现在可以啊 现在我们有很多装备 已经可以在 让他动都不能够 想要动都不能动 不是就是可以距离彼岸了 对啊就是说 你的彼岸就在福建嘛 就是我们的当面嘛 就是三百公里嘛 三四百公里 我们现在有很多装备 可以打到那个距离 只是重点是 要不要这样做 要不要这样做 而且还要考虑到 如果能够打到对方 会不会可能会遭遇到 对方的战略性的暴富 那肯定的啊 所以我们的目标的选择 就很重要 你不要伤及到一般的平民嘛 你就是打军事的据点 他能打我们的雷达战 我们也能够破解 他的雷达战嘛 所以这都是 怎么去做 要看当时的情况 肯定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我们的 整体的防卫构像 是 滨海决胜这个东西 好像现在没有在谈 没有在谈 不太强调 OK 好 那 呃 兵力上 常常有人觉得说 我们跟解放军比起来 我们是绝对 居与劣势 不能讲绝对 居与劣势 对 那你觉得 这最后三十秒 你觉得台湾的军事上 抵抗第一级 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抵抗要看他用兵的力度 那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是首方 嗯 首方有首方的优势 是 攻方呢 攻击方有一个很大的条件 他们的条件 就是联合作战的机制 他要很强 是 他要把这么多 犯台的 不同的军力跟兵种 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 了解 这个他的难度很高 好 这个时间的关系啊 今天没有办法再继续展开 有机会我们会继续请 齐勒伊亚到节目上 我可以帮助来